花莲施工所举办的来去菜市场的活动 12号是由西藏料理师厨带领民众去买菜 以及学做西藏的特色料理 市长魏嘉贤除了和学员们一起亲手揉面团 他更表示逛传统市场买菜回家做菜 是一种很珍贵的体验 希望透过主厨的带领 让民众可以重新喜爱逛菜市场 也享受和家人一起做料理用餐的幸福时光 学员们围在圆桌前 每个人使劲地揉搓面团 要做出口感Q弹的面皮 这是花莲施工所举办的来去菜市压第四场的活动 由西藏料理师厨教大家买菜做菜 市长魏嘉贤也亲手体验了揉面团 找回传统料理的美好记忆 这一场我们来去菜市场 也是地市场跟着主厨去买菜 然后来做菜 那我们今天也是请到西藏的一个主厨 那也特别的把他们西藏的一个料理 来呈现给大家 当然不是只有主厨煮而已 那也邀请我们现场参与的所有民众 一起来体验一下西藏最传统的料理 那我们可以发现我们的市场都可以买得到这些料理的材料 所以代表说我们市场有非常多元的一些好吃好玩的东西 那也欢迎大家 那我们最主要的目的也是希望能够推广我们市场的一个生活模式 也欢迎大家都能够到市场多多采买 那我们借由主厨来买菜 然后到顶元餐厅来做菜 那可以让大家了解到过去妈妈们非常辛苦的到市场买菜之后 到家里面做菜给大家的用心 那有别于现在我们可能手指头压一压 好吃的美食就到我们桌前 那我们更希望有更多家庭的温暖 跟人与人之间的一个交流 都能够回到家庭面 那也希望借由这样子一些活动 让更多人产生对于做菜的兴趣 到市场买菜的兴趣 这一次的主厨龙珠池仁 以西藏特色料理带来了四道菜 包括高山蕨类沙拉 西藏香料花椒 烘烤面饼 以及西藏奶茶 这些食材在花莲的传统市场 几乎都可以买得到 市长温嘉贤强调 传统市场是一个充满惊喜的好地方 民众应该常常去逛逛 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介络会欢迎市报道